改議官主審團體聯合學會 為了要合作重生家庭的小孩順利來讀書 在政體重新涵義基盤聯合做學的活動 有21個主審團體和審薪金書 總共關注63萬塊的工作學金 和隨身在町愛心美麗品 免得著學生小孩可以在困境當中力爭上游 我想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孝行 孝親的楷模裡面 市長有非常多感人的 有溫度有洋蔥的一個故事 那這在告訴我們 事實上家庭在任何的困境之下 那還可以就是一方面讀書 或者是先去工作再回來讀書 然後甚至照顧自己的一個爸爸媽媽 然後共同和家庭一併來做一個成長 然後能夠想要力爭上游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覺得非常的一個感動 那我們感恩的是 我們在目前還有這麼多的一個慈善團體 願意來協助這麼多的一個學職 那當然我們藉由這樣的活動 除了表揚我們的一個學子之外 那我們藉由這樣的活動來感謝 這次贊助我們這麼多的一個宮廟 以及這麼多協會的理事長總幹事 我想未來我們慈善團體聯合協會 也會秉持這樣的一個精神 將這筆善管發揮到一個最大的一個境界 那也希望未來有興趣來參與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可以給我們多一點點的支持 一點點的關懷 所以我們期待明年107年的活動能棒得更好更棒謝謝 主持人團體聯合學會理事長旅門正說 受到在幫助的小孩 也請求在逆境中受到太陽的背叛 希望可以順利賣向他們人心的大道 在審新金屬也傳遞出在社會的審議 只要社會友愛 希望在學生小孩未來也可以幫助別人 台陽新聞環培怡 彩虹報道 阿翔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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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